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和 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去她妹妹家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她家 她也是自己刚刚从菲律宾结婚回来 所以一起去她妹妹家看一下 因为去的话也不可能空手 就买了一些吃的东西 还有一些用的东西给她妹妹和她妈妈 总共花了一百多块钱吧 因为最近想了一下在网上查了一下 附近也没有什么好的酒店 所以决定搬到她家里面住算了 就藏了一个房间给我吧 现在先住下来吧等以后再说 她是一位朋友们 帮我帮她家里面 她是一位朋友们 帮我帮她家里面 帮我帮她家里面 这个是她的一个发小 家里面开药店的 然后从小一起长大 最近因为她爸爸好像感冒了 有点不舒服 然后已经病了好几天了 所以我们过来给她拿一些药 好 好 你看一个印度人 或者一个中国人 在印度的这个小巷里面 骑个摩托车 哇靠 这个场景 那你喜欢这个小巷里面 很漂亮 很真相近 很漂亮 很严重 美级小绵 我有什么好几个小巷里面 每个小巷里面 这是一个小巷里面 这个是我们去的路上,在他附近有一个在收买的房屋,然后是大概2500平,要卖到人民币100万,买了的话有永久使用权和居住权,包括子子孙孙都是可以拥有出来土地的。 我会拥有整个建筑,这是我计划的。 其实我们长途旅行的话都有戴头盔的,一般超过三四十分钟比较远的话都有戴头盔,头盔的话是当时我自己过来后买了一个,他之前自己有一个。 后面为了安全我们又买了一个,花了一百多块钱。 这个就是我给他们妹妹他们买的一些东西,主要就是一点吃的,还有那些用的,什么沐浴露啊,洗花水啊之类的,强生的。 本来当时是想买一些玩具的,但是玩具在那个超市没有,所以就买了一些洗补用品。 他这个妹妹的话是一个双胞胎,女孩子是姐姐,男孩子是弟弟。 然后长得非常可爱,我感觉非常漂亮。 她妹妹应该是在一五年结的婚,然后在一八年才生活。 当时应该是人工受精的。 印度这边人工受精,好像甘率挺高,然后成本也比较便宜。 好像两个,做完出来的话不到十万块钱。 小孩子长得非常可爱,非常聪明。 但是好像有点怕我,估计是第一次看见中国人吧。 然后自己能走也不想走,然后就一直赖在她妈妈身上。 现在好像两个是一岁半。 后面回去都是晚上的。 孩子的爸爸,因为好像是科研单位的话。 科研单位的,然后不怎么想出镜,所以我也没怎么拍。 最后就是带着我引路黄标,飞登回家。 好了,这期的视频就是这样子了,拜拜。 好,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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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,拜拜。 好,拜拜。